王林获得南宇风仙第一 即将前往雷仙殿 与其余三宇高手较量 争夺三十六听刚仙之位 但此次风仙背后 却隐藏了许多隐秘 王林显现因此被西干受缘而亡 那么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何事呢 此次参与风仙之争者 有亏灭修士但却不多 这一类修士 往往都已成了一组老祖 不会轻易现身出手 在这小辈修士众多的风仙之争下 这些人弱势出手 难免会留下于小辈抢夺的恶名 如此一来反倒不好 毕竟很多人都已看出 雷仙垫得一百零八心 要的是一股战扬乃 要的是小辈之中的强者 如此一来 亏念者参与并不常见 在罗天南云 只有不多的几人 七天时间很快过去 这七天中 王林在地炎星修真家族 安排的居住之处 始终盘系打坐调整原理 保持巅峰状态 以待罗天星域内最终一战 七日内 深宫湖第一个到来 对于王林之前 修为知识没有再问 而是与王林论道 事后六收获 公身离去 眼中的恭敬同样存在 显然此刻的王林 得到了他的认可 深宫湖走后 又陆续有人来摆 直到第四天 才安静下来 只是王林有心颈修 但却有一人 总是打扰 此人正是南宫函 南宫函缠王林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缩的成存 每次来访 都让王林很是头痛 最终被南宫函扰的凡凉 直接放出许丽国 并明确告诉南宫函 这神通许丽国也会 说罢也不管南宫函信不信 直接甩袖离开 可怜的许丽国 尽管南宫函不信王林之话 但却发现与许丽国很是头击 拉着许丽国不放 不断与之交谈 出事时许丽国还无所谓 可时间长了 确实有些受不了 到了最后更是极为痛苦 他打不过南宫函 也不敢反抗 更无法离开 只能哼哈应付 内心折磨之下 很期待七天时间快些过去 主子快回来 王林从打坐中睁开双目 一晃之下身影消失 神是一嫂找到许丽国所在之处 只不过见到许丽国的一刻 却是皱起了眉头 许丽国魔头之身 居然有了涣散 几乎就要崩溃 在他对面南宫函 长须短叹 不断与其诉说 许丽国恍惚中 看到了王林 立刻激动起来 不顾一切的冲出 声音极为凄惨的说道 主子啊 你可算回来了 小许子以后 再也不敢有任何想法了 求主子开 快让我回去吧 这人太可怕了 主子你别把我抛下 小许子离开不你啊 王林第一次看见 如此凄惨的许丽国 把其收入储物袋内 扫了一眼南宫函 见次南宫函有些尴尬 善善表示许丽国一见头缘 所以才忍不住 要好好亲戚一下 王林皱了皱眉头 一步之下 消失原地 南宫函一脸遗憾 紧跟其后 内心暗倒 多好的气魂 可惜打不过许木 不然的话 一定要抢来 此时 罗天南宇 余下的107人 全部选出 紫一老者拿出一枚黑色石头 捏碎之下 立刻无数金光闪烁 出现一座虚幻阵法 紫一老者当先一步踏入 两个轻袍雷仙殿 使者紧跟其后 经由阵法内消失补剑 余下的100多人 陆续走入阵法中 王林便是其中一个 这108人里 战控里 深宫湖等人 一一在目 阵法光往闪烁 带着108人 消失不见 雷仙殿是罗天星域内 极为强大的势力 经历了无数年 在一代代电竹扩张下 阴影成为罗天星域内 明面上的最强者 雷仙殿所在极为神秘 无人知晓具体位置 即便是雷仙殿使者 也是一特殊传送阵出入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通路 此时 雷仙殿方圆10万里内 一个个雷仙殿使者 纷纷弥漫 这10万里内 禁止一切死倒 若有违反者 雷仙殿将会立刻干涉 雷仙殿四周 有四个巨大的传送阵 阵法光芒闪烁之下 北部之阵里 出现一片人影 在北部的雷仙殿使者带领下 一一出现 南西两处传送阵 也光芒闪烁 几乎同时便有大量声音涌现而出 亡灵从阵法中走出后 目光在四周一扫 以他对禁止的了解 却是清晰感觉到 雷仙殿上的禁止 几乎达到恐怖的地步 即便以他的修为 若是处于这些禁止之中 也是必死无疑 不但雷仙殿如此 这四周的一草一木 甚至就连天空的白云 全部都蕴含了极强的禁止 观察四周的 不光是亡灵一人 几乎绝大部分修士 都在凝神看去 就在这时 忽然东处传送阵光芒一闪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只见东部阵法光芒越加剧烈 其内露出三个身影 这三人 正是派往罗天东域的雷仙殿使者 三人此刻面色极为阴沉 从东部传送阵内透出 整个传送阵光芒闪烁之下 却只出现了一人 只听此人冷冷说道 不用等了 其余的107人 全部被我杀了 这声音透出刺骨的寒气 与血腥味融合 立刻让四周所有人 感受到一股杀气 渐渐的 阵法中出现的人影 越加清晰 露出了全貌 此人看起来约三十许岁 一些白衣 给人一种阴森之意 双目透出狂傲 蕴含了浓郁的杀鸡 这男子声音平淡 出口之际 却犹如天雷乍下 四周修饰 均都是罗天星域内的佼佼者 此刻文言 看向那白衣男子的目光 立即不散起来 亡人神色平静 这男子修为与他一样 都是窥涅出息 只是在此人身上 却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争辰音中 白衣青年忽然目光一闪 透过人群 一眼就看到王力 露出一个阴森的笑容 二人目光穿过人群 在半空中碰撞 目光蕴含神弑 双目交错间 就是神识之争 如同两把利剑 在半空中迅速交错厮杀 这一切是在刹那间发生 二人全部都是一处急收 白衣青年眼中露出金光 仔细看了王力一眼 刚才神识交错 他不但没有压过对方 反而有种要被对方神识穿透之感 王力收回目光 对方修为虽说一样是窥涅出息 但其神识中 却有一股诡异的力量 短暂的接触 四周修饰能察觉着 没有四人 其中一人来自罗天北域 乃是一个中年 此人的右手不是五指 而是六指 金拇指上 还衍生出了一指 令人同样来自罗天北域 却是一个童子 头颅硕大 看起来极为不协调 四周三丈方圆空白 显然没有人愿意与他接近 童子脸上露出吃傻知晓 在王力身上一扫后 重点看向那白衣青年 第三个察觉者 来自罗天西域 此人一身阑珊 双目开合见有金光露出 盯着王力 眼中露出沉吟 最后一人 自然就是王力身边的南宫寒 就在这时 远处天际 大片云层迅速凝聚而来 在众人上空 化作一个老者 现身之时 脚下有雷光闪烁 仿若整个人 踏在雷电之上一般 此人乃是雷仙电接吟时 现身之后 一股磅礴气息传出 弥漫四周 可以判断此人的修为 达到亏念中期 随后盯着那白衣男子 质问其是否屠落了 其参加大笔者 来自哪个家族 白衣青年神色平静 看着王力 淡淡回答道 来自东林星许家 乃是这一代入世历练者 许听 此言一出 尤其是东林星许家这五次 立刻犹如雷鸣 在四周回答 一个个修饰面色大便 甚至一些人 直接倒吸口气 下意识退后几步 眼中露出海然 东林星 或许像家是最强大的势力 但若论灵气 唯有许家 许这个姓氏 代表的就是无尽的杀戮 每一代入世者 都会掀起一场杀戮浩劫 凡是招惹者 立刻变回徒兴 寸草不留 许家的威名 就是在这一次次的血腥风暴下 彻底扬起 真正议论声 此起彼伏 东林星许家的名头 让人心寒 雷仙殿接一世 乐意皱眉 随后略过这个话题 吩咐众人三日之后 展开罗天雷仙108封号之战 稍后会有雷仙殿之人发令牌 安排住宿之处 说完 老者顿了一下 目光在四周修士身上一一扫过 询问谁是许木 王林沉一扫紧 上前答话 瞬间 除了罗天蓝玉的修士表情有些复杂外 西 北两玉的修士 全部目光刹那间凝聚而来 那大头童子 脸上吃啥知晓一对 目光落在王林身上 那阑珊青年 听到许木这个名字后 整个人仿如一把出脚之剑 死死锁定了王林 眼中闪过一词杀鸡 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其表妹西子凤 对王林念念不忘 雷仙殿接音室 看了王林一眼 脸上露出和善的微笑 声称殿珠赵剑 说罢就带着王林向远处飞去 并且还不停为王林介绍雷仙殿 二人不断前行 渐渐来到了雷仙殿内点中心 这里有一处巨大广场 临近是广场雷光掀起 向着二人吞噬而来 老者哈哈一笑 手中多出大把吃红色小果 一抛之下 全部落入吞噬而来的大口内 一声嘀吼从雷光中喘出 那些红色果子全部消失 雷光平息不再阻拦 老者当即解释道 此地封印的是雷仙殿内 那头守门户的雷灵分身 雷仙殿内 凡是想要进入者 都要拿出大量的生线果 未是雷灵 否则那头牲畜 不会让人进入雷仙殿 雷仙殿上一袋电竹 以莫大的神通 历史无数载 终于从雷灵身上分离出了一丝 放在这里 成为雷仙殿的护电神兽之一 亡灵仔细看了一眼雷池广场 收回目光 接着一路执行 来到一处大殿 老者身子停下 让亡灵自己进去 带到近处 亡灵一眼就看到大殿外 站着一人 正是严雷子 亡灵上前拜见 严雷子目光落在亡灵身上 看到其突破窥捏 眼中又赞上知色闪过 随后叫破其联盟星域修士的身份 并且询问其是否愿意参与星域之战 亡灵沉默片刻 表示自己实力浅薄 即使参与也起不到作用 严雷子眼中寒光一闪 淡淡说道 一味亏念修士 力量可不算浅薄 亡灵沉一少紧 点头答应下来 早在来这里之前 便已经把这一切想得明明白白 争强一百零八仙封号 就必须要参与一件 罗天宇联盟之战 严雷子面色这才好看不少 挥手撒出一片雷光 形成一个传送阵 让亡灵自行离去 好好参与封仙大笔 三日后会有许多老怪到场 清水仙君也在起立 说罢就转身离去 亡灵沉默少许 就传送阵内 回到外殿四大传送阵之旁 四周再无人影 显然都已经被各自安排 只剩一位女子再次 见到亡灵之后 上前表示受使者之命 前来送风仙之战的令牌传送信 交给亡灵后 攻身而退 亡灵拿着令牌 神石一扫 其内有雷仙殿地形图 寻到居所之处后 亡灵直奔居所而去 三天时间转眼过去 整个雷仙殿内 传送阵之光闪烁不断 一群群修饰纷纷而来 此次风仙之举 观看着不少 首先是四大星域内 各个主星修真家族 这些人只能获得 在外围观看的资格 随后 则是罗天星域内 赐予姚家高于主星的修真家族 如深宫 站等家族 紧接着 便是四大传承至先进的修真家族 最后出现的是与雷仙殿 一同举行风仙之事的 两个上古修真家族 风仙战场 定在雷仙殿内殿 千丈雷池广场 在雷池广场外 有十多个白玉婆团 严雷子便盘坐在 其中一个婆团之上 在他旁边 清水仙君闭目打坐 随着观看此战的修饰越来越多 向家老祖 在半空中幻化而出 向严雷子一抱拳 坐在旁边的婆团上 二人正交谈住 一身黑衣的公孙父姓男子 同样幻化而出 坐在一旁 紧接着 姚家等四大传承至 仙界的修真家族 纷纷来此 姚家来这正是血神子 与其他三个家族老怪 来临之后 盘西坐在婆团上 看都不看清水依量 随着深宫家族 与战家到来 深宫老祖 同列云子二人 相继盘西坐在婆团之上 时间不长 又有一些修真家族的老祖 来此之后落于婆团 真无知识一道 严雷子双目一闪 宣布罗天 108些封号之战开始 声音化作无数雷鸣 轰隆隆传递开来 天空之上立刻出现 无数传送阵 其内露出一个个修实身影 血神子抬头看了一眼王林 冷恒中收回目光 面色有些阴沉 除了血神子外 远处观看人群中 还有一道目光 落在了王林身上 正是西子凤 他自从雷仙界回来后 心中始终存有王林身影 怎么也挥散不掉 尤其是听到王林 被姚家追杀之时 更是芳心颤动 可却没有办法帮助 正任无心打坐 得知王林逃出追杀后 极为欢喜 只是这欢喜背后 却浓浓苦涩 有不少修身家族的俊杰之辈 都向他表达过爱慕之意 甚至家族中最优秀的表哥西子墨 也对自己很是轻慕 可是他在之前 从未考虑过双修之事 梦想便是如家族老祖一样 成为一个修为通天的女修 可是却在遇到王林之后 全部改变 脑海中带着上百修士 冲入雷仙殿传送阵 那一声让到的心神震撼 却怎么也消散不掉 原本西子凤以为 时间流逝 可以把这一切大忙 但今日相见 却让他正正望着那想要熟悉 却陌生的身影 那么 王林该如何面对西子凤这番爱意呢 点击关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